婆罗浮屠有关 《佛陀传记》的叙事浮雕共有120浮 可大略分为以下五大部分 浮雕一至浮雕二十四 释迦菩萨从都率天降生到人间入胎的世纪 浮雕二十五至浮雕五十一叙述世家太子的出生到青年时期 在皇宫里的生活点滴 浮雕五十二至浮雕六十九是关于世家太子出家前后所发生的事情 浮雕七十至浮雕九十五描绘世家太子出家后的修行境遇 浮雕九十六至浮雕一百二十太子在菩提树下成就无上菩提 成为佛陀 并开始随缘因机化导众生 这一百二十幅叙事浮雕的内容和故事发展顺序 于大正藏第三册的《方广大庄严经》非常吻合 是八九世纪时雕刻师们所依据的《佛陀传记》版本 说到《方广大庄严经》整部共有十二卷分为二十七品 第一品的续品说明佛陀当时在舍卫国 中叶时分近距天的天子来到佛陀面前 对佛陀说 世尊请您像过去诸佛一样悲悯世间的友情众生 让他们得到广大利益 演说佛陀修行成道的事迹 佛陀修行成道的事迹能显发菩萨的修行 能劝勉大众精进修学佛法 能让三宝的种子在世间不断绝 也能让有志成佛的修行人可以仿效学习令功的圆满 在天子们的请求下 佛陀默然答应便于隔天清晨 为四众弟子开始演说佛陀修行成道的事迹 随后 佛罗浮图 佛陀传记的第一幅浮雕 就这样气势磅礴 震撼人心的登场了 第一浮雕的内容来自《方广大庄严经》的第二品 《斗帅天公品》 描绘世家菩萨当时为无量无数的天子们说法的情景 经中是这样描述这个情景 诸天子 大吉法堂围绕菩萨 听受所说无上大法 除断贪嗔娇慢 结识一切烦恼 声广大心踊跃欢喜助安稳乐 诸天计恶八万四千 皆出种种微妙音声 在欣赏这一幅雕时 可以注意以下几个部分 中间 即是说法的世家菩萨 四边被天子们围绕拥护 右上方 有散花的飞天 右下方 有听法的天子 他们都断除了各种烦恼 内心踊跃欢喜 左上方 有敲锣打鼓及翩翩起舞的天子 左下方 有弹奏或吹奏各种乐器的天子 本视频最后的部分 有聚焦图公大家欣赏 浮雕的公教们可说非常用心 将《方广大庄严经》都率天公品天子们围绕菩萨听法的情景 生动逼真的表现出来 如果你有机会在现场欣赏这个浮雕 不妨想象自己也是都率天公中听法的一员 在天女散花 天音乐环绕的氛围下 感受那一份与法理们同一法言 共同听法的踊跃欢喜 弘法立生的山丘佛塔 本集先说到这里 愿见者 闻者都能生生世世见佛文法 遇到善知识 皆是善有听闻正法 修学正行并成就圣道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